你好 你好 今天特别一点 欢迎你研究圣言主日的读经 上年期第三主日是很特别的 因为教宗请我们每年 上年期第三主日要特别留意圣言的价值 圣言的需要 以及如何聆听圣言 我们今天会详细一点 看到每一段读经的圣言说什么 我想今天特别一点 强调读经一与福音的关系 因为读经一多数是 旧约 今天是以撒尔 与福音 马达福音 看到的关系 这个是预言 这里是仍言 耶稣仍言 这里所预言 不是复杂的名称 仍言 满传 很简单的东西 那个先知或将来这样 基督走哪一条路 走那些奇迹 当然写福音的时候 会找到在旧约有什么地方 是相应 写出来 还有为我们香港的中国人 基督徒更加高兴 因为这个主日和中国年一起举行 还有我们香港的中国人和基督徒 今年有一特别的恩典天主安排 今年上年的第三主日是中国年的年初一 对不对 一起举行 那我们都可以试下圣言 怎样说一个未曾认识基督的文化 怎样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可以增加那个认识 所以我们开始是预备 是很丰富很丰富的资料 读经一 在以撒尔尔才说第八章 即第一个以撒尔尔 少少的历史的背景 以撒尔尔他见证一件事是非常之惨的 阿朔那么强国 派军队去撒马利亚那个北国 你知道分裂了有南国北国 派很多兵毁灭了那些十个支牌 就是那个北国有十个支牌 他真是说毁灭了 不要剩下的 从那天是722年公元前 722年 从那天就取消了这个北国 拉那些人去利利美阿朔的首都 做奴大的工作 然后带了很多阿朔的人 在北国的地方 在那里住 在那里工作 就是当那个区是自己的 这里你可以明白 什么叫做撒马利亚人 就是这些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阿朔的兵 或者那些男人 娶了以色列的女孩 生的那些小孩 是一半一半的 所以一直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不接受这些撒马利亚人 有一个仇恨 就是这个说起来 你更加明白 今天发生这么大件事 以色列就说 这个一个预言 表面是毁灭了 是完愿了 不要效益 在这样的绝望的时刻 以色列宣讲主的圣言 怎么说呢 他说 在黑暗中行就的百姓 按见了一度豪光 那寄居于七黑之地的人 已有光辉照射在他们身上 很六观 是这么失望的时刻 这个才知道 六观 六观突击 就是表面死的撒马利亚 撒马利亚是北国的首都 但是上主已经照射他们 用光照射他们 说别人会看到反映主的光 他们在你面前 是欢乐的 他敢用这个字 在那个时候 是痛苦独击 你会欢乐 接着那个答唱荣 继续发展这个主题 上主是我的光明 我的救援 我深信在此活人地区 定会享见上主的幸福 你要鼓起勇气 期望上主 你要振作精神 期望上主 不是绝望的 还有希望 现在你明白 圣宴的价值 以撒尔人不是讲自己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这个是上主的圣宴 如果以撒尔人信这个圣宴 会获得这种的幸福 这种的喜乐 现在我们看耶稣所行的路 所做的行动 与这个读经一的关系 是很明确的 马道这样说 耶稣听到约翰被监禁以后 就退避到加利纳亚 后来又离开勒执勒 住在海边的国费雍 即住在 执布隆和纳匪塔里境内 执布隆和纳匪塔里 这两个支牌是北国最大的 所以他用两个代表整个北国 南马道很强调 刚刚耶稣在南方接受约翰的洗礼 但是一听约翰被监禁 他回到加利纳亚 为什么呢 因为加利纳亚是刚才所说的 那些压杀毁灭了 大很多外邦人在那里居住 就是那些东西 耶稣奇怪 也不是奇怪 耶稣选择那个地区 在那里会开始传阳福音的地方 马道说 这应验了 以撒尔先知所说的话 执布隆与纳匪塔里地 通海大路 若旦河东 外方人的加利纳亚 那坐在黑暗中的白城 看见了毫光 什么毫光呢 耶稣记得 耶稣是外邦人的光 亦都是犹太人的真光 花开处处大地恩兴 众何生气将神的开刺 就在你身 已静在我身 哥哥在同族神寻得意 马道分析 耶稣的选择 为什么耶稣这么特别 选择了加利纳亚 为什么他不是开始从纳达纳 他不是说离开纳达纳 去了葛飞翁 因为葛飞翁接近的海 又多些 很多外方人在那里住 马达福音继续说 耶稣先知已经预言 那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已有光明为他们升起 不是绝望的 表面压实毁灭了耶稣列 大上主的圣言 肯定这个民族要继续下去 因为他的后裔会被默沙人 从那时起 耶稣开始宣讲说 你们悔改罢 因为天国临近了 我希望今天更加明白 为什么耶稣从南方要去加利纳亚 外方人的地方 在那里开始他的传阳福音的工作 然后马达福音继续 因为耶稣要做这么重要的工作 他不可以一个人做 所以需要那些中途 这里讲最初 刚刚是葛法雍旁边 有那个海 就是那个湖 加利纳湖 那么很多御夫的人 很多工作的人 很多做生意的人 他在那里叫 第一个 巴多罗安德纳 逐个说的 最后马达说 耶稣走遍了 全加利纳亚 在他们的会堂 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民间各种的疾病 各种的灾样 圣言 是教约的时代 是帮人准备接受 那个实现 教约所预言 会在生涯那里实现 这个是一个开始做全教工作的时候 已经很明显 每个诸日读经都有这样的关系 这个圣言 都是帮教会继续做耶稣的工作 是圣言 正化那些中途 跟耶稣的人 继续做福全的工作 但是呢 始终人就是人 今天保禄讲一件事 我们大家都很明白的 初初很愿意 那些教友 继续做那些中途所做的事 耶稣所做的事 周围去宣讲 他们建立了很多教会 格林多 阿弗所 很多哥罗森 很多教会 但是人 始终的人 教会之内开始吵架 纷争 纷争什么呢 钱 不是 权 都不是 是很小事 变了大事 分裂 保禄是这个格林多人前书 这样说的 我听说 你们中发生了纷争 怎样纷争呢 我是属保禄的 我跟保禄 不跟其他的人 成立了一个党 好了 其他的人 我是属于阿婆罗的 阿婆罗是一个传教士 一个传道员 他都挺聪明的 懂得说 那不是有些教人 不跟他 有些说 我是属于黑法的 就是八多六 是黑法 我是属于基督的 哇 基督都拉起来 变成一个党 那你 譬如今天 在我们的同居里面 在教区 会有这些这么多党 怎样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没可能的 保禄问这个问题 难道保禄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 或者你们受洗是属于保禄名下吗 先知预言 这个死亡的地方 加利纳亚将来是光明的地方 这个光明是哪里来的 因为耶稣选择了加利纳亚海边的地方 开始他的传福音 这个礼拜讲圣言 圣言由这样的力量 变了人家的光 我很想在这里结束的时候 讲我们香港的教友 到这个主日会慶祝年初一 我觉得年初一是充满光的节日 生命 因为圣言是生命和光 天主的生命变了人类的光 都很配合到这个肚年的气氛 别人教我 那个肚子是很敏捷 或者有其他的优点 但是那个敏捷的意思 它是充满生命和光 供祝大家 圣言主日和新年快乐 圣言以爱意成功为初生 让你让我何以至有的欢笑 基督是平安 普世爱护 带领着来到赞争快乐处 基督是平安 普世爱护 带领着来到赞争快乐处 祝福愿同享 神尚快乐 世界愿尚有 自由严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